音乐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Juana澳洲生活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豆中之王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豆类 那么我呢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豆中之王 就是这个 很多人认识这个鹰嘴豆 说实话我在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很少吃鹰嘴豆 因为好像觉得 喜欢吃黄豆啊绿豆啊黑豆啊 红豆啊 这个豆就可以了 那么到这边来了才知道有鹰嘴豆 而且这个鹰嘴豆啊 它的营养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我就不说太多了 因为我以前也拍过鹰嘴豆有多少的营养成分 也就是说这个鹰嘴豆的营养成分 应该是在我所了解的豆类当中是最好的 而且它是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糖尿病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的 吃它这个非常好 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也有轻微素 所以非常好 那么今天我用它来做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跟大家啊 我今天啊 用它来做鹰嘴豆的豆腐 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吃豆制品 我也吃 我也是很喜欢吃豆制品 但是呢 因为听说很多的转基因的黄豆 所以说呢 我经常呢会去自己买 那个非转基因的黄豆 因为转基因的黄豆已经很多很多了 然后呢 自己呢 就去买一些非转基因的黄豆 回家自己做 但是呢 自己做呢 你还要放一种 就是就是相当于把它凝固吧 一个凝固剂 你要去买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它也是化学 化学品 当然也有很多说 用那个醋啊 用什么东西来把它凝固起来 也可以 但是呢 总觉得效果没有那么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鹰嘴豆呢 做豆腐 做豆腐的 当然口感跟豆腐是不一不太一样的了 但是它的营养是远远超过了那个 那个豆腐的那种营养成分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这个呢 是200克的鹰嘴豆 我把它泡了一晚上 泡了一晚上 你看就基本上就扩大了一倍了 那么泡了一晚上以后就变成了400克了 那么这个鹰嘴豆呢 首先我要把它打成那个水状 那只要借助这个破皮机了 我就把这个豆子呢 就放到破皮机里面 放到破皮机里面呢 我就加水 加水 加多少自己 就是自己可以 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的 就是把它没过 没过个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就把它打成那个泥状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鹰嘴豆呢 就打成豆浆 好了 你看我这个通过一分半钟 就打成了豆浆 这就是很好的豆浆了 然后呢 我就拿一个那个沙布 把它来过一过 因为过了沙布以后啊 它这个鹰嘴豆豆腐的那个口感 就更滑嫩 就把它那个 豆浆 就把它挤出来 这个沙布 很多那个华人超市都有卖的 你看这个就是豆渣了 这个豆渣呢 也别扔掉 这个豆渣呢 可以做那个饼啊 可以你做饭的时候放点进去 它特别香啊 这个把它放起来 我们另外再做 这个就放起来 那么这个豆浆呢 你看这个就是鹰嘴豆的豆浆了 我们就把它来煮开 把它煮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锅里面 这个我买了个小锅很方便哈 就开始煮了 煮的时候呢 要经常的就是搅拌啊 经常把它搅拌 因为怕它那个糊啊 粘锅 这就是火不要太大 而且呢 一定要不停的来搅拌 要不然它就很容易凝固 知道吧 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要不然它就很容易糊 而且呢 它能成起那种一坨一坨的东西 你看我这稍微有点慢 就有一点点 一定要控制温度哈 火不要太大了 要是火太大 你看我这个呢 就是火太大了 我可以关一关 所以要调节它的火 就像 就像我们 那个 跟小 小朋友煮奶糕一样的 这就像煮奶糕的一个感觉一样 其实现在已经闻到了 那个 一点豆的香味 豆香味 真的很浓郁的豆香味 把它要 那个 煮到什么 煮的比较粘稠的状态 因为你把它煮的 比较粘稠的状态的话 你把它放凉了以后 它就像豆腐一样 把它 就是一块一块的 如果要煮的太稀了 它就 出来以后 它就会散 就不会 成一块一块的一个状态 这个方法呢 非常简单 其实以前我也介绍过很多 关于鹰嘴豆的吃法 因为很多人买了鹰嘴豆以后 不知道怎么吃 你比方说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前 就是会在那个 煮饭的时候 抓一把鹰嘴豆里面去 这样的话 觉得那个饭也挺香 因为鹰嘴豆有一个 什么样的味道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像板栗一样 其实我们 华人有一个 用那个板栗煮饭的 一个习惯 其实这个 鹰嘴豆跟板栗的味道 很接近 很好吃 然后有的人 我也拍过鹰嘴豆 把它用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把它炸一炸 也很好 然后呢 我也吃 把它用 那个就是 像呢 五香啊 八角啊 把它煮一煮 也很好吃 所以各种各样的吃法 但是我觉得 因为鹰嘴豆嘛 就是大家都知道 营养很好 但是呢 怎么吃法呢 总是觉得 吃长了以后 就要换换口味 所以呢 现在呢 我觉得 哎 经常我也做一点 鹰嘴豆的豆腐 这样就可以 哎 让我吃起来 就非常的放心 而且呢 那个 他还两吃啊 这个是我刚才说了 这个是豆浆 哎 把它做成豆腐 那么 刚才我拿走的 那个豆渣呢 哎 我也可以弄点辣椒啊 把它炒一炒 哎 你就觉得特别的香 有时候你煮饭的时候 把这个豆渣 你看我那个豆渣 豆渣放过来 第二天 我可能明天煮粥的时候 我把它放到粥里面去 也挺香的 所以鹰嘴豆呢 因为它的营养好 味道好 所以各种各样的吃法 都让 都让我们很开心 你看这个呢 就差不多快好了 你看 它就是 你看就是一头一头的状态 就差不多 也就快好了 而且这个鹰嘴豆呢 它可以做两种啊 一种呢 是做甜品 你可以 当甜品来吃 另外一种呢 你可以放 放辣椒啊 放盐啊 哎 可以把它弄成咸的 就是一 既可以当甜的 甜品吃 又可以做咸的 所以 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好 这个基本上就好了 因为你在推的过程当中 你在搅拌的过程 你就知道 它就比较有 有阻力啊 有点阻力的感觉 这样的话 它就 凉了以后 它就比较Q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 我把这个火已经关了 然后我就来准备一个模具 准备一个模具 就模具很简单 就是 你看 一个玻璃的 一个容器 因为怕到时候取出来 比较麻烦 我就倒一点点油啊 我现在 这个是椰子油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倒点橄榄油啊 什么都可以的 我这个是椰子油 我倒点油进去呢 它就 它出来了以后呢 它就很容易脱模 好了 我就把它倒进去 倒进去以后呢 我就把它要 这么 震一震 要把里面的空气 要震出来 好 震一震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凉 最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把它放凉 不滑 啊 跟豆腐一样的哈 这个我就来放在一个小碗里面 小碗里面呢 我就会放点生蜂蜜啊 我跟大家介绍过 生蜂蜜的营养是非常的好 它是远远好过那个就是熟蜂蜜的哈 这是生蜂蜜 就放点生蜂蜜 然后我再撒一点点桂花 撒一点桂花 然后呢 你看我还会放一点蜜月梅 为什么要放放蜜月梅呢 因为我放了 你看放点蜜月梅 放点蜜月梅在里面 好了 你看这个就一个小甜点就做好了 我放了蜂蜜 放了蜜月梅 放了桂花 它有 它有什么味道呢 就是酸酸甜甜又香 非常浓郁的豆香味 非常好吃 所以这个就是下午啊 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 我今天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不要身上线疲劳 这个呢 也就是我每隔个一个两个小时 我就把它吃一小碗 它就可以让身上线不疲劳 而且非常有营养 你看 简单吧 用这个方法可以替代豆腐 外面买的豆腐 可以自己来做 又健康又美味 你看这个这么多的 我就可以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放冰箱里面 放冰箱里面呢 想吃的时候就把它 想吃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 就可以煮汤啊 炒豆腐啊 不管是老人小孩 都是非常喜欢吃的 而且非常有营养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